大家好,欢迎观看新一期的节目 这次我们来了解一下某些商家为了展示镀晶后的效果 会使用打火机或是其他硬幕敲打漆面而不会留下评记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呢? 今天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看看效果 为了验证打火器敲打漆面的说法 我们准备了一个基盖 用每分子分别区分打拉、镀晶、未保护的这些区域 然后准备这些的主角打火机带进行测试 我们分别在不同区域更大的机场掐到姿势 可以看到,在以后做过保护的区域都不会显示出滑篮 或者很容易查识掉 而没有做过保护的,会显示出明显的白色印记 如果这期测试没有加多一个打拉的区域的话 似乎这期的测试结果是成立的 那么,为什么打火机敲打漆面过后 做过保护的地方不会产生印记呢? 首先,能抵律打火机在漆面残留的痕迹 并不是因为硬度,而是因为光滑 打蜡和镀晶都会填护漆面的多克 形成相对平整的漆面状态 光滑就会减少火差率的产生 就像石砖和水泥地板一样 所以,打火机就不容易在漆面残留的颜记 另外,残留在漆面上并不是滑寒 而是打火机外核素药的成分残留在漆面上 可以看一下打火机的底部是有受损的痕迹 无论是否做过保护 这些印记在漆面上都是可以处理掉的 只不过没有做保护的地方处理起来 时间会久一点 第三,手法以及观众角度的问题 打火机在不同角度敲打漆面的时候 它们的接触面积是不一样的 所呈现出来的痕迹也是不一样的 并且,在敲打漆面的时候 都是使用打火机底部边缘相对圆滑的地方进行敲打 其他像什么尺子、钥匙之类的视频都是这样子 然后再以拍摄角度以及漆面反射的背景对印记进行弱化 因为无论车漆再怎么缘滑 和打火机接触经过摩擦之后都会留下印记 在不同角度去看的时候 这些印记就会呈现出来 至于打火机敲打漆面这个宣传呢 看似简单 但是商家也是绞尽脑子做了众多准备 从手法、物理个性、观众角度、敲击角度等等技巧去展现给观众看 目的也是有一个,就不用多说了吧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镀金之后打火机钥匙随便滑 这些都属于夸大宣传技巧演示 江湖卖艺的套路看看就好了 没有这么神奇 好了,这期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